布林黛波是根据统计学中的标准差原理设计出来的一种非常实用的技术指标 是由约翰·鲍宁杰在1980年代发明的技术分析工具 其利用统计原理求出股价的标准差及其信来区间 从而确定股价的波动及未来走势 利用波带显示股价的安全高低价位 因而也称之为布林黛 一般而言股价的运动总是围绕某一价格中枢在一定范围内变动 布林黛指标正是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引进了股价通道的概念 而股价通道又具有变异性 它会随着股价的变化而自动调整 正是由于它具有灵活性、直观性和趋势性的特点 布林黛指标渐渐成为投资者广为应用的市场上热门指标 布林黛是由三条线组成 中轨通常为20天平均线 而在上下的两条线则分别为上轨和下轨 算法是首先计算出过去20日收盘价的标准差 通常在乘以二得出两倍的标准差 上轨为20天平均线加两倍标准差 下轨则为20天平均线减去两倍标准差 其中上下两条线分别可以看成是价格的压力线和支撑线 在两条线之间是一条价格平均线 一般情况 价格线在由上下轨道组成的带状区间游走 而且随价格的变化而自动调整轨道的位置 当波带变窄时 激烈的价格波动有可能随即产生 若高低点穿越带边线时 立刻又回到波带内 则会有回挡产生 布林带指标中的上中下轨线 所形成的股价信道的移动范围是不确定的 信道的上下跟随着股价的上下波动而变化 在正常情况下 股价应始终处于股价信道内运行 如果股价脱离股价信道运行 则意味着行情处于极端的状态下 在布林带指标中 股价信道的上下轨是显示股价安全运行的最高价位和最低价位 上轨线、中轨线和下轨线都可以对股价的运行起到支撑作用 而上轨线和中轨线有时则会对股价的运行起到压力作用 一般而言当股价在布林带的中轨线上方运行时 表明股价处于弱势趋势 当股价在布林带的中轨线下方运行时 表明股价处于弱势趋势 通常情况下 价格会在布林带通道之内上下波动 所以当投资人在判断不出市场的波动方向的时候 通道底端和通道顶端就是几个波动的上线和下线 当价格上升到布林带通道的顶端的时候 就会受到较大的阻异 相反 当价格波动到通道底部的时候 就会受到较大的支撑 股价波动过程中 如果上下通道一起向着中间的20天均线靠拢的时候 股价的波动幅度就会减少 当价格上破了上通道或者下破了下通道的时候 一般都说明价格会有一波比较大的行情出现 投资人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买入或者卖出 布林带喇叭口的研判是布林带指标所独有的研判手段 所谓布林带喇叭口 是指在股价运行的过程中 布林带的上轨线和下轨线分别从两个相反的方向 与中轨线大幅扩张或者靠拢 而形成的类似喇叭口的特殊形状 根据布林带上轨线和下轨线运行方向和所处的位置的不同 我们又可以将喇叭口分为开口型喇叭口 收口型喇叭口和紧口型喇叭口等三种类型 开口型喇叭口形态常出现在股票短期内暴涨行情的初期 收口型喇叭口形态常出现在股票暴跌行情的初期 紧口型喇叭口形态则常出现在股票大幅下跌的末期 收口喇叭口形态常出现在股票大幅下跌行